这是我的一名小伙伴推荐过来的出装和名文 说是什么金刚铁拳流的盾山 说实话听见这个名字我就想笑 并且他在吹牛逼 盾山他就是一个幅度 他怎么可能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呢 于是我就试了这套出装和名文 没想到我会啪啪打脸 不信你们就往下看 这边我们一级来到线上 看见袁哥一下子飞过来 一拳兄弟们你们看到了吗 一级一拳就要了他半管血 再追上去两拳直拿他的一滴一滴血 我的天哪 这个伤害开局就已经震惊到我了兄弟们 接下来没到一分钟 对面的袁哥就复活回来了 实际的他还敢向我靠近 我直接二技能背过来又啪啪两拳 瞬间袁哥又没了 我的天哪 我估计袁哥他都懵逼了 我也懵逼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盾山能拥有这么高的伤害呀 这个暴击伤害简直是太高了 后面他复活 我们那是连人带塔一下子背过来 他给我举高高 我直接就释放斩杀了 兄弟们这个伤害 袁哥你气不气啊 反正我要是遇见这种 我肯定气死了 别说从现在开始这套竹窗就 肯定要喊人呢 这一喊人就喊过来四个 其中的射手被我一背给赶了 对面的人员呢也赶忙的后退 我就直登登的追了上去 我二技能把中单背了过来 啪啪两拳锋芒毕露 我的天哪 牛逼 现在对面想强留我 我又把对面的小老虎给背了过来 小老虎跑的比较快 但是还是被我追上 又是啪啪两拳 回头又背过来的一个圆哥 啪啪两拳 我们二连几乎 太来呀 这波对面来了五个人 被我干死四个 这个伤害真的是绝了 兄弟们 到了中期之后啊 我们这个伤害就越来越高了 你看此时我再背一背射手 瞬间他的大半血就没了 摸他一下就能把他化成金币 此时蔡文基他是个半肉多人 我一背再来一拳 二连击破 顿山打人 就是这么的简单 并且你看中单的大招打在我身上 他根本就不疼 对面的人员见了我 只能投 没有别的选择 剩下一个小老虎 他舔不吃吃 他非要干我 那我就把他背过来 棒棒两拳 把血补满 同时干掉他 太爽了 兄弟们 我的天哪 更更关键的是啊 我发现顿山这个二技能不得了呀 你们看我一个二技能瞬间背俩 回头一个普通攻击射手赶了 再来一个普通攻击辅助赶了 直接背俩的这个攻击力 瞬间我让我感觉就比背一个他要高得多 真的兄弟们 整一局下来 我这个伤害一直很高 到最后你看我这一拳直接干出三千多的伤害了 圆哥在我手上只能撑一拳 像这个中单还有小老虎也能多挨两拳 剩下的几个人在我的面前虽说有点难缠 但是我感觉对于现在我们的顿山来说 那都不叫真啊 蔡文基再能补学怎么样 一下就秒他 他拿什么补 所以说兄弟们 这套出装和名文的顿山 伤害真的是很高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试 感谢观看